好 曾经在立法院呢 透过了立委 那么向大众呢 希望能够帮帮她的 这位罕见疾病的小薇 那么今天她再次的出面了 不过她是要谢谢大家 而且呢 请大家不要再捐款 现在捐款呢 是已经高达有上千万元 那目前最新的情况 请记者林佳元来告诉我们 佳元 好 台湾真的是一个 很有爱心的岛哦 在上个月的时候 19岁的少女小薇呢 她罹患了一个 全球唯一的一个罕见疾病 全身呢会不断的涨肉瘤 因此呢她需要各界的帮忙 这一个月呢 善款有1800万 她今天来立法院感谢大家 善款就截止 然后把这份爱心 再散播给其他 更需要帮助的人 你是觉得说 在30天1800万觉得 我真的觉得 实在超乎我日期 就惊讶 所以觉得 非常的感动 就觉得说 小薇呢 真的是很感谢大家的帮忙 也希望呢 这个善款千万要截止了哦 那赶快希望把大家的爱心呢 再给台湾更多需要的人 把镜头交还捧那一支播 好 这是今天的小薇再出面呢 谢谢大家 也请大家不用再捐款了